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我是一个教育博主,主要分享含怀中文教学,学习,留学相关的干货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并且希望实现个人成长的话,就请关注我吧 上一期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的网聊技巧》主要吐槽近半年来 我遇到的没有那么合乎基本社交礼仪的案例,并且分析了这些行为的弊端和改正方法 希望各位可以在微信群或者QQ群里脱颖而出,以此得到其他群员和大咖的关注 从而获取更多优势资源,设计视频跟大家聊聊如何正确使用微信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 第一大点,一切从添加好友开始 一,验证消息 大多数网友会设置验证消息来决定自己是否添加这个新好友 但是很多请求添加好友的网友却忽视了验证消息的作用 比如最近添加我好友的Eric,验证消息里直一句 Hello,你是谁呀,你从哪里了,你为什么添加我,我凭什么要通过你的好友申请呢 现在微信比较智能,默认验证消息为我是某某某 大家为什么不多拿几个字来说明添加对方的原因呢 比如我是A,B推荐来的,我是来自哪里哪里的 A,哪里哪里可以是城市微信群或者其他社交软件等等 第二,添加成功 添加成功以后你怎么说 我已决很多添加成功以后直接进入正题 该询问的询问,该找对方帮忙的也直接开口 喂,你谁呀 B介绍来的,就自来熟了吗 不仅让自己掉价,也让介绍人丢脸 建议在手机备忘录里编辑好添加个人或者微信群的自我介绍 每次成功添加好友或进入一个新的微信群以后 只要稍微修改一下添加目的 就可以把内容粘贴到聊天页面了 我一般会写 嗨,我是阿图 我点在心里教中文 业余做教育视频自媒体 感谢你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希望以后可以跟你学习某些某些内容 评论观照,保持联系 祝您愉快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一个意思表达完了 不仅仅要用句号收尾 也最好另起银行开始新的内容 自我介绍最好编辑成一条消息 不要几个字就发一条消息 如果对方将手机设置为震动 手机就会一直一直震 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长按手机键盘里的回车键 就可以空航啦 千万不要添加对方好友好些日子了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小心下次真的要联系人家的时候 已经被拉黑了 还有就是 不要一上来就问 在吗?有空吗? 之类的无效沟通内容 有事就走 无事退潮 将你要表达的意思编辑完以后 对方有空或者愿意帮忙 就会联系你 另外你把要讲的内容 发给对方以后 对方也有时间思考 是否给你答复 如果只发在吗?之类的内容 对方如果会否在 你再说你要讲的话 如果双方都很忙 每次都是用碎片时间来查看消息 要添那种一来一往 很费时间也很费精力 请尽量不要给陌生人 尤其是你想要拜托 对方做事的人发语音消息 我们都不能保证自己发语音的时候 可以每句话都逻辑严密 语句通顺 如果对方不方便收听语音 或者因为操作不到 听了一半的语音 又得重新播放 真很费时间啊 如果引致对方是个大忙人 请尽量用分泌性语句 或者其他结束语作为结尾 比如我刚才的例子 保持联系 祝愉快 很明显这是个结束语 双方就没有必要 一来一往不停的聊天了 对方不回复你吧 对方可能会觉得没有礼貌 这下你不回复对方吧 又觉得有失礼节 结果一来一往 两个小时都在无效沟通 第二 设置备注和标签 备注名 如果需要跟跨行业 或者跨专业的人士交流 最好把备注改为职业 你称 如果是跟不同城市的人交流 就会把备注改为 城市职业 你一旦需要搜索某个专业 或某个城市的好友 可以搜索 可以在搜索栏里 直接找到相应的好友 二 标签 如果觉得每次修改 备注名很麻烦的玩 可以设置标签 鬼类好友 发布朋友圈的时候 可以只对一部分人可见 也可以只对一部分人不可见 如果好友里有一些陌生的网友 可以保护自己的隐私 我听说有一些公司和部门领导 居然不允许员工 设置部门人不可见 给出的理由是 不够真诚 老板 员工拿时间换工资 没有必要拿是私生活 换你开心吧 遇到这样的老板 建议挑操 老板已经阻断了你 跟更多其他领域的 精英交流的机会 也阻碍了你 实现个人成长的机会 拿这些工资 换你的时间 可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可能性 经常会有及时需要找对方 这时候再去通讯录里找联系人 其实很麻烦 另外在通讯录 输入米资和号码也不见得方便 但是直接通过微信就可以打电话 就方便太多了 4.描述 做代歌的时候 我会在描述里 添加对方的收购地址 现在呢 我会添加对方的自我介绍 一旦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看一看他曾经发给我的自我介绍就行 也可以添加对方的电子 用箱子的内容 添加图片的功能也很常用 如果对方有名片 就把名片的照片导入到图片里 如果你俩有自拍照 或者对方曾经发给过你他的照片 也可以导入在这里呀 当微信好友超过500个以后 你真的会感谢微信的这个功能 第五是伪星标好友 就跟置顶微信群一样 星标好友会被置顶 不担心错误消息 也不用花很长时间查找好友 3.收藏 图片视频的 所有出现在微信聊天界面的内容 都可以长按并收藏 收藏以后的内容会被 拨认归类为图片与视频链接文件的内容 你知不知道 收藏夹里可以添加标签名 你知不知道 收藏夹的另一个强大功能在于 你可以编辑几端文字 拖入几个文件夹和图片 入入几端录音 并一次请发给个人或微信群 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同时发送一堆图片的地方 但是如果在一个微信群里 大家都放一堆图片 真的很麻烦 而且容易错过通摇信息 这个时候通过收藏夹的这个功能 简洁干净也不会给对方造成更大的困扰了 好了 新一期的网络社交礼仪 微信的正确打开方式就到这里了 网络时代让一大批素人一跃成为大咖 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也有很多曾经默默无稳的人 一转身变成了思想领袖 并实现了内容变现 在我们整天外外自己成为有钱人 要先做什么的时候 这些曾经的素人正在琢磨 如何将网络成为自己实现自我突破的工具 从今天开始关注我 一起进步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